今天是首要飲日跑 我名字聽起來就覺得 嗯 吃 吃 這個我沒喝過的那種味道耶 咦 旁邊竟然還有乾杯耶 而且又有人排隊 到底台灣人多愛喝飲料呢 按讚 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請您請訂閱 今天的影片開始 今天是來到永金玉山蝦 這邊500公尺有10座以上的飲料店 因為呢要夏天了 然後我相信台灣的大家 夏天一定要喝一杯飲料 像我也是每天一定要喝 超級台灣人的行為 因為旁邊的人一定要問我 就是你要不要點飲料 先託別人 這個一條街都是飲料點嘛 所以我今天是去每一家店買最貴的東西 最貴的東西看起來應該最好喝 所以呢 今天是首邀引日報です 那我們開始吧 第一名是馬古山的巨峰葡萄果粒婆婆 這個是195塊 其實在店旁邊講實話很害羞 我就過來這邊 我覺得95塊其實蠻貴的錢和份量 很多東西耶 果凍 珍珠 然後還有一顆葡萄 它的飲料是葡萄的冰箱 很像是在吃甜點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沒有到那麼離譜的貴 95塊我還可以接受 其實馬祖我的首邀飲料店 新中環境蠻高的 可能有千三名吧 第一家店 滿推 第二家店 第二家店是清新湖泉山的烏托布 紅牛紅茶 我名字聽起來就覺得 恩 滋滋 我覺得因為平常 我絕對不太會點那種特別的飲料 所以我今天要喝看看 但是這個喝一喝 超級不身體的感覺 這個可能在上班中就比較累 然後比較沒精神的時候 我覺得蠻推薦的 喝看看 沒有 不行 日本人就蠻有趣的味道 等於 不好喝 所以 不是這個不是不好喝 第三家店 第三家店 沒有開 就先跳過 那我們去 新的第三家 哇 天啊 這邊有 三家 一式三家耶 遊行乾杯 先自然 那我們去吧 過馬路 第三家是 遊行山的粉紅泡泡草莓游泳 好像 聽起來非常適合我 而且遊行山是合作過的Youtuber 欸 你自作干麻山的 DeeDee-san 對 你自作要干麻 開動 嗯 這個我沒喝過的那種味道欸 用優格的關係 蠻清爽的 是有 草莓的香香的味道 然後呢 它的冰沙的口感是那種 綿密嗎 就是比較濃郁 第一家的馬格的冰沙是 可以咬到冰塊的 但是這個 Smoothie的感覺 夏天非常適合 很像在吃冰淇淋 中間一百八十塊其實蠻貴的 但是 這個也是當作 一個甜點 好賞自己 但是平常喝的話 可能想一想 那我們繼續 下一家在旁邊 第一次家是 康拜山的 芭樂多多 聽起來是我的菜 因為我蠻喜歡芭樂的 嗯 很香的芭樂味 這個是真的芭樂耶 欸 我在吃嗎 就是 不是那種芭樂的 口味的東西 我通常不養那個 多達飲料的時候 很害怕太甜 但是這個不會 可能是因為加了芭樂 子的關係 蠻清爽的 價格也是還OK 我覺得夏天 真的可以 去看看 第五家是 仙智蘭上的 仙春 大漁林 他們家店是平休 所以茶葉 很有研究 這個茶葉是 他們手工做的 需要泡三分鐘 中杯然後一百塊 蠻貴的 跟我的最愛的飲料 Soma 可以比較的價格 然後我覺得 裡面的裝潢也是 蠻漂亮 高級路線 那我後看看 茶 茶 我在前面都是 手搖飲 但是這個是 完全是無糖 我選了無糖 因為他說 可以體驗到 茶的濃郁感 這個是烏龍茶 所以比較 烘焙的香味 去酒混的時候 很燙的那個 很小的茶 真的是那個 泡茶的那個 茶味 我在說什麼 它就是泡茶嗎 比較不像所有營的感覺 但是我蠻好心 因為它是台南來的店嘛 你不是台南人 你知道這些店嗎 真的假的 這是可以懷疑 有一種在日本 明明就從來沒聽過的牌子 來台灣之後 說在日本很有名 還是什麼的 對不起喔 喜歡喝無糖飲料的人 蠻推薦的 喜歡喝無糖飲料的人 蠻推薦的 第六家是 金圓廠的 香濃奶香麵茶 剛剛最貴的 好像不是最多 剛剛看了一下 貴的幾乎都是 玉頭什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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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愛的情況下 評比 有一點不公平 麵茶是什麼呢 它是米茶 米茶 台灣味道味 用麵粉 糖粉跟花生油 喔 超好吃的 欸 就是有一點像黃豆粉的感覺 吃體驗的心情 いただきます 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米茶 很香耶 我給它一個別的名字 黃豆粉牛奶 因為60塊 還不錯啊 沒有很貴 蠻有特色的 然後蠻香 那我們繼續 第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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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19983的 蘋果牛奶 80塊 蠻小的 但是可能 很大 所以可能 比較原味 原… 原蔬菜 原… 水… 水果的原味 都不出來蘋果味 牛奶 也會比較重 可能是加蜂蜜的關係 就比較甜甜的 那種小孩子 會喜歡的那種口味 我剛剛 終於找到金融池 因為我不住在這邊 所以可能也 很少機會可以來買這個 其實現在我很好奇 我對面的那一家 超級無敵多人 所以我們 去第八家吧 第八家是 甘蔗的媽媽的 甘蔗檸檬 阿油 我剛剛在那邊 超級無敵多人 然後而且是 八成是女生 我覺得好特別 是因為名字是媽媽的關係 還是 甘蔗對女生很好 我不知道 沒有喝過 所以我喝看看 敏感性壓性 很酸 好酸 不是蘋果蝦 不是蘋果蝦 是酸酸的耶 它沒有加糖 喔 甘蔗本身的甜味 加檸檬 然後阿油 嗯 這個我覺得不錯耶 蠻喜歡的 因為看到甘蔗媽媽 以為是他們的飲料都很甜 所以我經過也沒有買過 之後夏天的時候 想要清爽一點的 我會喝這個 這麼大杯 八十五塊 還OK吧 因為今天 其間限定的東西 剛好賣完了 所以我點了 他們的招牌 入茶凍 烏桃拿鐵 いただきます 嗯 一問 拿鐵是咖啡嗎 紅茶加牛奶 茶凍起來很像咖啡牛奶 茶凍其實滿香的耶 不會太甜 有一點像茉莉綠茶的那種香味 有一點像茉莉綠茶的那種香味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層次感的飲料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層次感的飲料 女生會喜歡的感覺 你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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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家是 約翰紅茶公司上的 冰淇淋紅茶 是不是融化了還是怎麼樣 我是沒有吃到冰淇淋的口感 但是牛奶的味道滿濃郁的 然後它的紅茶味也滿香的 我目前為止喝到的奶茶裡面 滿喜歡這一家的 好難喔 要給排名好難 今天的第11家 是清雪茶山山 流星奶環 泡泡奶 我是沒聽過我第一次來 然後好像是台中來的店 我點了鮮蛋黃的奶蓋 非常特別 我喝看看 它也有一個 餅乾嗎 有很多層次口感 剛剛聽到鮮蛋黃 就覺得 是 結果蠻好喝的耶 很像在吃蛋糕的感覺 它的整隻也是蠻甜的很好吃 然後我蠻喜歡喝奶蓋的 鮮蛋黃意外的很大 比普通的奶蓋 奶味比較少 就比較鹹 意外 非常 推 今天的第12家是 烏龍茶山的 鳳梨黃金狀莎莎 今天第一次喝鳳梨的飲料 哇 裡面滿多料的耶 它也是冰沙的口感 鳳梨跟檸檬的味道 醬哥嘴巴 喝起來就有清爽的感覺 滿大杯 90塊 我試試看 欸 旁邊進了 還有乾杯耶 而且又有人排隊 到底是 這些人是拿來的人 一條街真的超多飲料店 一條街真的超多飲料店 今天的最後一家是 秀茶底加山的 滋滋美美草莓 我的愛 上面是有奶蓋的耶 它的奶蓋很像是那個 的糖果 的味道 那個 你懂嗎 然後 它有茶凍 蠻好喝的很香 很像茉莉的味道 它有很多層次耶 好像也有野果嗎 吃到茶莓了 茶莓很甜 跟油飲也不太一樣 像我們吃吐司的時候 磨的那種草莓醬 我個人是蠻喜歡 他們家的奶蓋 不足鹹鹹 是有那個 布阿家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糖果的味道 蠻好喝的 我蠻喜歡 今天呢 在永濟日30項 喝了總共13家 從來沒有這樣一天 喝過13家 每一個店都有 每一個店的特色 每一家店都超級無敵多人 到底台灣人多愛喝飲料呢 蠻特別的文化 然後呢 喝了這麼多家 一定要給它一個排名 想來一下 其實是已經喝到 我不知道前面喝了什麼 但是好喝的東西都有影響嘛 第三名是 清雪茶山山的流星奶環 那個真的非常特別 聽起來 還刺感很重 那就是 鹹蛋黃 喝一口的時候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 但是不知不覺一直喝 有魔力的一個飲料 第二名是 康拜山的 芭蠟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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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 很配 超級好喝 清爽的飲料 所以夏天的時候 蠻推薦給大家 最重要的 第一名 就是呢 有影響的粉紅泡泡 草莓 油油 那個口感真的是 跟其他店的 冰沙完全不一樣 新的優格變成冰沙 這麼好喝 體驗到 新的飲料的感覺 我覺得 還不錯 大家可以來 永濟日三十三這邊 還可以喝看看 如果大家還有想看 我開箱什麼東西 或是介紹什麼東西的話 大家可以留言給我的 如果喜歡的話 幫我按讚 訂閱 還有分享開啟小鈴鐺 お願いします 那大家下次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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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